密照上边就会写清楚 立某皇子为储君 这事儿算按住了不公布啊 然后啊 在一个这个月黑风高的晚上 这老皇上呢 就找一个信得过的贴身太监 和一个比较亲近的侍卫 这仪仨呀就挑着灯笼 一块儿啊 来到这个前清宫的正大功名匾的底下 一个拿灯啊 一个扶梯子 这老皇上啊 就爬上去 把这锦盒呀 放到这正大功名匾的后头 你好我是昆仑刘石 欢迎您来到书馆啊 咱们继续讲故事 随着这个御灵地宫藏位之谜的解开啊 这乾隆皇帝的后妃 咱们也讲的差不多了 当然了 我也知道啊 这乾隆皇帝还有几位嫔妃 包括呀 这个贵人常在答应 咱们呀还没有讲 虽然啊 这些位娘娘身上啊 也有有故事的 并且呀 有的故事还算得上精彩 可是啊 我觉得没有必要再讲下去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故事虽然有啊 但是这些位娘娘啊 耳声的狠 说了呢 您也不一定知道是谁 给您举个简单的例子吧 都是偷看异性洗澡来着 我跟您说呀 是我们家邻居吴老二 您就觉得这吴老二是谁呀 顶多是一个小小的社会治安问题 我跟您说呀 是乾隆皇帝 您听起来是不是觉得挺过瘾的呀 所以说呢 虽然都是有故事 但是啊 还是得看发生在谁的身上不是 咱把这花放这儿 哎 您要是喜欢哪一位啊 我没有讲到的乾隆后妃 哎 您给我留言 哪怕是只有一位好朋友给我留言 我也会给您安排一期 咱们这书馆啊 它就是这么的人性化 就是这么的虫粉 那咱们今儿聊点什么呀 哎 既然咱们聊完这个乾隆皇帝的后妃了 我打算稍微少来啊 聊聊皇子 借着热乎气吗 咱们这书馆啊 肯定不会按常理书牌 您放心 我绝对不会啊 把每个皇子的年谱啊 给您念一遍 哎 那不是咱风格不是吗 咱们主要探讨的就是一个课题 那就是啊 这乾隆皇帝 一共有那么多位皇子 为什么单单选了 他既不是嫡子也不是长子的皇十五子永远来继承皇位 得嘞 咱们闲言勾开书归正文 咱们就先说说这位皇十五子永远 刚才啊 咱们也交代过了 这永远呢 他是皇十五子 他既不是嫡子啊 他也不是长子 他的妈妈呀 是另一皇贵妃魏家士 要说这魏家士啊 他们家呀 他并不像电视剧文学作品里边描述的身份那么低 即便呢 有据可查这魏家士的父亲母亲以及祖母都服务于宫廷 这母亲杨家士啊 和这个祖母 他可不是这个内庭当中的默默下人 他们呀 是正经八本的内庭女官 早在雍正元年皇后的策立大典 以及嫔妃们的策封典礼上啊 这二位就曾经宣读过诏书 可是啊 再怎么说 他们也是管领下人 哎 这个心者顾书身 所以呢 这永远的妈妈魏家士啊 这个令仪皇贵妃 她的出身呢 在这宫里啊 哎 得从倒数往上排 能排进这前三名去 爱勋觉罗永远啊 出生在乾隆二十五年的十月初六 要是按宫里说呀 那天应该是一七六零年的十一月十三 就在乾隆六十年的时候 那一年啊 这永远正式被策立为皇太子 转过年来 这乾隆皇帝就把这皇位啊 擅让给了这位皇太子 永远 也就是后来的嘉庆皇帝 这嘉庆皇帝有一点啊 是我特别喜欢的 这嘉庆皇帝登基以后啊 并不是让自己的兄弟们避讳 而是啊 把自己的名字改了 并且改了一个不经常用的字 这样呢 无论是啊 这个民间 朝臣还是兄弟们 都不会啊 常用到这个字 所以就省得避讳了 当然了 这也保不齐啊 就是这个乾隆的主意 反正啊 这项改革呀 那肯定是挺得人心的 我觉得是个进步 说起来呀 那可是比这个雍乾两朝啊 要强得多 这雍称皇帝呀 一声令下 把所有的兄弟的名字 全改了 您原来呀 叫印什么 这回呀 只能叫允什么了 只有他自己呀 才能叫做印真 这乾隆皇帝呀 虽然没改过 但是有很多地方 要避他红利二字的会 这乾隆的儿子们啊 都是永字开头 就是那个天长地久 永远的永 嘉庆皇帝登记以后啊 把自己这个永字 改成了永 也就是从三声啊 改成了二声 哎呀 自此以后啊 他不叫永眼了 他叫永眼 听着呀 他区别倒是不大 就好像啊 读起来呀 这声音高了八度 这个永呢 他有这个仰慕 盼望的意思 咱们聊到这儿啊 我得给您啊 介绍一个小知识 我不敢说是普及啊 咱们也就是一说一乐 您看啊 这嘉庆皇帝 他是嘉庆二十五年崩式的 他也正好就是啊 享国二十五年 那他和别的皇帝 有什么区别吗 哎 您比如说 他的阿姆乾隆吧 说是啊 做了六十年皇帝 这个太上皇的日子 咱们不算啊 实际上也是做了六十一年 咱们得从啊 雍正十三年 他登基开始算起 都说呀 这雍正皇帝 做了十三年皇帝 其实也不对 也得从啊 这个康熙皇帝驾崩 雍正皇帝登基 开始算起 也就是说呀 这老皇上 轰式了 那年啊 还得是这个老皇上的纪年 这四皇帝 得从第二年的 转过来的元旦 开始纪年 才算是新朝的元年 哎 这个干多少年 纪多少年的皇帝啊 这大清国只有两个 一位啊 就是天平函 努尔哈赤 还有一位就是 嘉庆皇帝 这努尔哈赤 他好解释 他开国那天呢 那就是大清的元年 也就是他纪年的元年 嘉庆皇帝呢 是属于老皇上 擅位得来的 所以呀 这嘉庆皇帝 才有这么个出奇的地儿 那么这乾隆皇帝 为什么非得死结白裂的 就在六十岁 一定要擅位自己的儿子呢 哎 那是因为呀 这乾隆皇帝 一生当中啊 最仰慕的 视为偶像的就是他的皇祖 康熙皇帝 这康熙大帝呀 在位六十一年 乾隆皇帝登基的时候 就已经发誓了 说但分啊 这老天爷呀 要是给我那么多年的寿数的话 我呢 绝不期了祖 我不可能超过我的皇祖父 执政的年限 所以呀 这乾隆皇帝才选择的在 执政六十年的头上啊 立了太子 再转过年来的元旦啊 扇位给了嘉庆皇帝 要说呢 这立这个永远啊 为太子 这乾隆皇帝并不是 在乾隆六十年 一拍脑门就决定了呢 早在这个乾隆三十八年的时候啊 这乾隆皇帝就把这事定下了 那以何为证呢 因为他有这个秘密立储的诏书在 这份诏书啊 上面明确的写着呢 就是乾隆三十八年的冬至日写的 那么这秘密立储又是什么意思呢 这立储干嘛还得秘密的呢 这个呀 是乾隆他爸爸雍正发明的 雍正认为 这康熙晚年的时候啊 就因为这太子啊 是两费两利 所以呢 才引得诸皇子夺嫡 关于啊 这个九子夺嫡的故事啊 咱们在讲康雍的时候 已经聊得够不够的了 这儿啊 绝不展开再说了 哎 说到这个九子夺嫡啊 我就想起个有意思的事 有一个老哥呀 自要是我在这个节目里边提到九子夺嫡这个词 他就追着给我回复 他说历史上啊 哪有九子夺嫡这回事啊 那全是啊 这个二个盒编的 哎 您甭管是哪个言识笔记 还是小说家编出来的 您说到如今这个时候 您让我怎么称呼这个事件 所以说呢 这个事呢 咱们各有几件 但是呢 聊起这个事来啊 我还得是用这个名词 没办法 我这个智慧啊 他想不起一个别的词来替代他 就因为啊 有着九子夺嫡 所以这雍正皇帝啊 为了避免这种事情啊 再次发生 他才啊 发明了这秘密立储制度 那怎么个过程呢 就是这个皇帝啊 在执政的时候 哎 他发现哪个皇子啊 可以立为储君 并不立他为太子 而是啊 写下一份密诏 装在一个锦匣当中 这密诏上边就会写清楚 立某皇子为储君 这事啊算暗住了不公布啊 然后啊 在一个这个月黑风高的晚上 这老皇上呢 就找一个信得过的贴身太监 和一个要比较亲近的侍卫 这仪仨呀 就挑着灯笼 一块啊 来到这个前清宫的正大功名匾的底下 一个拿灯啊 一个扶梯子 这老皇上啊 就爬上去 把这锦盒呀 放到这正大功名匾的后头 带到这个老王宴价之后啊 这个六部九卿啊 加上内阁大学士 以及这个王宫大臣们 在一起把这个锦盒请下来 打开之后 宣读到底是哪一位皇子 来继承皇位 可是我想啊 这老皇上亲自上去的可能性啊 不大 不信呢 您就到这个前清宫 亲自搂搂去 这块匾呢 不但挂的挺高 而且还四不靠 反正要让我上去啊 我得嘀咕嘀咕 在这儿啊 我得提醒您一句 您得记准了啊 乾隆三十八年冬至日 这老皇帝乾隆 可就把这份啊 秘密立储的诏书 放到了乾清宫 正大功名匾的后头 那为什么一定要记下这个日期呢 那是啊 自此日之后啊 除了这个皇十五子永远 就再没有一个皇子 能够继承乾隆皇帝的皇位 最起码啊 在乾隆皇帝自己的心里 他是这么想的 那咱们呢 有疏则长啊 他无疏则团 今天啊 咱们先把这个乾隆皇帝 立十五皇子永远为太子 这些背景啊 稍稍的交代了一下 到了明天开书啊 咱们该把这些皇子啊 摆出来挨棍扒吃了 我是啊 天津给您讲故事的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啊 您就关注点赞并转发 并且啊 我很期待在留言区啊 跟您互动互动 得嘞 今儿天不早了 咱们就到这儿 明儿见